环保局的消毒车在街上仔细清洁消毒 有确诊者足迹也得关门做清销 除了人员隔离就怕病毒在空气中 造成环境被污染再增添感染风险 湿度系就是一般的这种冬天的可能这样的温度 是会有一个月左右 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在低温的环境中 它的存活率可以比较久 不过在国外也发现了 除了温度之外 湿度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存活时间 上市如果在百分之百的湿度饱和之下 病毒可能可以存活长达一个月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一份研究报告提到 新冠病毒在零度以下低温 以及相对湿度达百分之百的湿度 超级饱和环境中 可以存活长达一个月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也在测试 新冠病毒在各种温度湿度 以及阳光条件下的存活率 结果发现病毒为例在离开 富含二氧化碳的人体肺部后 效力会大幅降低 而且最终会干掉 而变干燥的速度 则取决周遭空气的湿度 比较干的湿度比较低的 这种比较干的环境是 比较不利于病毒生存 它只要到空气中 大概我看它湿度在四十percent的 那个那一组病毒颗粒 大概只要五秒钟 它这个病毒的传播性 就是病毒的传染力 就降了快一半 五秒钟就降了快一半 然后大概在五分钟的时候 这大部分的病毒 都没有什么传染性 根据研究报告 在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湿度下 病毒在空气传播十秒内 失去一半的传播力 在百分之九十的湿度下 约百分之五十二的病毒为例 五分钟后仍具有传染力 二十分钟后传染力下降到十%左右 而湿度低 就真的能减少新冠病毒传播吗 设定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的湿度 是在环境中最舒适的湿度 北台湾的冬天几乎断不开 湿湿冷冷的天气 开除湿机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所需 甚至开暖气增温降湿 但要降低房间湿度 也得留意避免人长时间待在过干的空气中 60 65度这样的湿度 人在旁边对皮肤负担会比较小一点 另外提到连续除湿的部分 因为设定的湿度会比较低 可能不见得适合人在旁边 以最低的湿度 但是以一个时间的部分来做处事的进行 世界各国与新冠病毒缠斗两年 尤其每到了冬天更是难以消灭 甚至都有疫情加剧迹象 专家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通风和防疫措施 减少病毒传播几率 TVBS新闻华春生刘一军台北桃园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